呃 你按一下VSC 再按一下 有看到VSC 上面還有一個VSC 的燈會一直閃 我開一開有兩個燈會閃 怎麼開了才會閃嗎 記得開始就位 然後最下面還有一個開壓的 很像輪胎的 等一下也試著要把它去除 欸 怎麼突然變那麼乖啊 這就夠了 好吧再按一下VSC 好啦不管 反正網路有交一個重新校準 它燈就不會出現 之前我開一開就會出現 好 好方向盤下 有 那個接ODB OBDGA2 接電腦診測器 短邊這邊上來 上面算來第三個洞 長邊 上面算來第五個洞 把兩個洞 把它跳線 把它算 接在一起 就可以 進行校正 好我們請正威咬試一下 好那個OBD接頭 會好 比較好鑽進去 把第三個洞跟第五個洞 把它Jump一下 接起來 好吧 這個先拿太粗了 我們去找一下細一點的 再回來重用 剛剛插不進去 來另外一個先把它打到N檔 等一下 好就N檔就好了 等一下才拔得出來 細安來小廚台 要一張檔 中間是煞車嗎 對 然後要把這個 搬開 這個搬開 然後這個也搬開 把這個取出來 把不開 裡面有兩個接頭 要把它拔掉 這樣 就拉 稍微拉掉 那還蠻好用的 然後這個 搖一搖 應該拉得起來 搖一搖 這個扯掉而已 那個點進去先把它拔掉 不是充電 然後把它拿起來就好了 整個 整個蓋子拿起來 啊你頭燈 你就稍微看你怎麼 整個取掉就好了 都沒有線嗎 有 好不管 那有沒有線 好取出來之後 裡面有看到 兩排的 街頭 有沒有看到一個白的 大的 隔壁一個灰色的方的 把它拔掉就好了 兩個街頭都拔掉 對 啊沒有 呃 這有接線嗎 你看一下 這有接線 喔那就移 你就看你好濕座的地方 直接拔喔 對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拍得到嗎 你先 離開好 這個叫做阿 你用蚊子 衝到桌上去 這個沒上 這個到底 你用手指一下好了 鋸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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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看到了那兩個街頭方方的 好把它拔掉就可以了 你看有沒有哪邊可以壓的 你待會兒觀察一下 有看到了 有沒有什麼壓扣 有 通常壓了就拔出來 壓了還是拔不出來 先拔小小 拔不出來 很誇張喔 為什麼總是遇到困難 點一下螢幕是不是可以對焦 長方形跟一個小的方形 就這兩個 其實是看網路影片 這應該很不正規的做法 把這兩個拔掉 對得到加碼 那就聽說胎壓 它偵測就會不見 等一下打開來看一下 等一下打開來看一下 我對焦了 就這兩個拔掉 對應到裡面 好 就不理它 選空調 隨便選 然後怎麼 應該沒有 你就自己看一下 怎麼拆就把它湧進去就好了 應該有 那可能有 那應該有 好 那把它拍到TD檔 拍都過去嗎 P喔 P檔才發的動 對 為什麼有那個聲音 這樣打擋到發動 看一下那個 輪胎偵測的 你離開一下我看一下 沒有啦 輪胎偵測 本來那個引擎 那個 車門 左下方 引擎 燈下方有個胎壓的 這隻看得很討厭 實際上胎壓 它就是設計胎壓偵測 一定要回原廠換 原廠會做一些有的沒的 才有辦法消除它的胎壓 妳用就聽CD啊 喔CD 這個是什麼 Mark Levinson的音響 還不賴 不過它常常不能調聲音 對啊 聲音又沒辦法調 這音響有怪聲音 有啊 老車的二十幾歲了 一樣 好啦 至少燈先去除掉了 好 把 第三條跟第五個洞 短邊第三個洞 跟長邊第五個洞 把它跨接起來 那個叫Jump 起來 現在 鑰匙是拔掉的 等一下 把它轉到ON 聽說它會叫準 好接下來 插入鑰匙 然後轉到ON 有 ABS燈會一直閃 然後VS7也會一直閃 聽說這樣就是在叫準了 我看螢幕 網路也都 給它幾秒 那就弄掉了 聽說這樣就好了 但是先決條件 車要停好 然後 VS7是車輛動態 所以方向盤 輪胎要用正 車要停水平一點 我是停在車庫 應該還可以 好啦 等一下就開車出去晃晃了 當然 記得要拔掉 在方向盤下面而已 的一個偏左的地方 就這樣 就這樣買一輛 有點問題多的老車 自己就會有點動力 這台灣網上應該沒有 台灣影片 就查點英文的影片 還能學點英文 還不錯 好啦出來試了一下車 那個VSC OFF跟VSC 就不會一直閃了 就變正常的 我按一下 那個 車輛動態系統 按一下就OFF 然後再按一下開關 它就 吸掉了 不然正常那邊 會有兩個燈一直在那邊閃 喔 果然網路 什麼鬼都有啊 多看看有營養的網路學習片 可以學很多東西 喔 好 第一次好像完整的從側面 拍它 穿霧也算其中一環就對了 我們可以學習一下 好 好 好